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淘汰狼的施葛拉 那後來把我們淘汰狼的關卡打完之後 旁邊出現了駭客貓 超可愛的 然後這邊的話這邊也有拿到一隻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貓咪大戰戰的這邊的這個角色 我今天也讓他登場一下 來把我們這邊的這個 誰換掉了 來把我們這個 他16費 那我們把那個 辣椒的換掉好了 有沒有看到 買菜的這個貓貓 然後這關打完 基本上我們原本的關卡打完之後 旁邊好像還有生的關卡 那你也可以在裡面打到我們這個關卡挑戰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喔 那不知道裡面會不會再蹦出其他新的BOSS 目前看到BOSS好像就是我們的臉哥而已 那我來看一下這隻 買菜貓貓 走的速度還蠻快的 而且基本上他是可以被吃兩隻的樣子 就是他是兩層的皮的 所以整體來說還算是蠻OK的 而且這個生產速度還算是蠻快的 就是叫出來還OK 然後只要16的這個價錢 所以貓戰這隻角色的話還算是頂好用的喔 他會為別人先吃紅蘿蔔啦 你先給我吃紅蘿蔔 然後其他再說 我們就直接先打過去喔 欸我 紅色臉哥 哇喔 欸 大王在這裡啊各位 居然有紅色臉哥啊 我的天 來來來來看一下喔 哇是紅色臉哥欸 想都沒有想過 原本以為只有一般的臉哥 結果沒想到這邊居然還有紅色臉哥 OMG 來來來先把這個河馬打掉 這關卡好像就是蠻多都是我們貓戰的角色喔 來來來來來 這邊派一隻洋蔥下去就OK了 然後我們先把這些都篩檢一下 大臉哥還沒出現欸 嚇死我了 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來來來來 紅色臉哥 居然 來了來了紅色臉哥 快餵飽他 來來來我們這邊要從中間這邊才可以上去喔 這邊沒有從中間是上不去的 各位 各位推倒他推倒他 努力推努力推 撞飛他撞飛他 OMG好像有點難喔 有有有 努力的再撞了 有沒問題 可以可以 nice 各位 哇 紅臉哥在這裡啊 然後這邊又到一個新的東西了 然後目前來說哲民在推主線關卡 推完之後 接著讓我們這邊的體力是變到了150喔 就更充裕了 原本只有100喔 那個時候真的是 你想要拿也拿不了 你知道比較尷尬一點點 但是現在OK了喔 來吃一吃 nice 是 紅色的這個敵人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白色臉哥 來來來努力狂推猛推 推爛他推爛他 來來來你給我渡水啊 我們現在打臉哥的方法都是直接把他推到水裡面耶 好笑喔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其他的辦法 只能努力把他推到水裡面 這不推不行啊各位 來來來來來來 來吃吃吃 吃吃吃 可以喔 咬爛咬爛 3.7 可以 然後這邊過來 然後我們現在來說 因為上面是沒有那個鏡頭的路喔 是不是尷尬一點點 我們這邊先來擋一下 然後用我們這個遠攻距離輸出 現在打一波遠攻距離 然後下面一隻 洋蔥珠珠就可以了喔 這邊應該是可以把他排上去 喔沒有 那有時候既然算他後面的這個 就是到後面的關卡 他這邊的這個路障會直接被打開耶 也有這種設計的喔 好再來 有什麽 什麽一樣是我們的河馬 然後再加上這邊有這個 木板了喔 木板路 木板路還蠻麻煩的 他們會走到最上面來 他們會走到最上面來 居然從上面來欸 居然是從下面耶 還蠻特別的這個設定 先給他們從上面 開咬 好 吃一隻洋蔥珠珠 這個真的就是要考驗你 就是對那個空間的理解力 你知道嗎 因為很容易就會被那個 模糊到了這個焦點 會很麻煩 來來來 你上來 我給你吃 掰掰 好險我們這邊感覺就是那個什麽 敵人都好像不會說太強 因為我們稍微有升等級的喔 河馬掰 哇 這個木板真的就是 由上就是往上走 然後由上就是往下走 這蠻麻煩的 木板塊 這個木板是怎麽樣 走過一次就沒了是不是 真的耶 走過三次就沒了 還有這種木板喔 其實因為玩到後面的話 這遊戲設定的這個 理念程度真的是蠻高的耶 就是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大家真的是可以來玩一下 真的蠻有趣的 剛好我之前又是跟大家最喜歡的 這個毛咪大戰陣合作喔 真的是千千萬萬不要錯過 咬 開咬 他又換木板了 他又有木板了 然後我們要先料理下面這是臉哥 先把他推爛好不好 這臉哥不推爛我們會很慘 只能一直推了 然後吹爛 繼續吹 繼續推 而且我們剛剛一個神操作有沒有看到 我們直接知道他過不來 我們直接那個 直接讓他就是 吹到後面去 然後讓他走那個 我們的那個木橋 然後直接過來給我們吃這樣子 可以 反正大隻怪的話 現在另外一個戰法就是你直接 把他往水里面打就沒問題了 好 繼續走起 有更多的體力還是爽 打好打滿打爽爽 完全沒問題 好 這邊來一個 來一個 來一個 然後這邊 再加這個 羊毛 吃吃吃 nice 然後這邊上面一隻就好了 然後這邊我們放個好幾隻 給他塞一下人 nice 然後這邊上面放比較多隻 來啊 我為你們吃飽飽 舒伯 我這邊需要三個這個幸運草 這試一下再來刷 我看到有那個 妹子敵人耶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個蝴蝶姐的 其他的好像都是那個就是有穿那個 類似那種就是 是御衣的那個妹子 好 沒問題 開咬 11 12 直接保 喔 直接改地形耶 Oh my God 改地形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現在他後面的話感覺會就是中途給你改地形耶 那就很尷尬了 來來來我們現在上面那一波應該可以直接把兩個 打到水里面去 完全沒問題 舒服了 然後他會中途改地形耶 哇 腰勒哥羞 很壞很壞 這樣是很會喔 中途給你改地形 下面需要立即增援了 多一點 多一點 小柔柔都去下面中他們 賺到那個臉哥 下水吧你 然後這邊給他吃這個子彈就可以了 第二把子彈 掰 欸 欸我已經慢慢的越來越會玩這個遊戲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手術跟這個思考完全沒問題 好 繼續 來是有木板的地方了 居然還蹦出了這個紅色臉哥耶 真的是 嚇到我了 來 然後這個妹妹感覺應該是不會需要太多的資源去餵他 喔 還是要耶 但是我們這邊先用那個了 我們這邊先用那個 還有這個女的機器人耶 可愛喔 被打了一下 沒問題 這邊大河馬 大河馬我們就先這樣走起來 哇 中途一直改這個地形是真的 會很讓人家霧煞煞耶 好猛喔 這遊戲 一直改地形耶 就會為這樣一直輪轉位移是不是 那我真的期待他跟後面的一些地形 這個遊戲真的是挺好玩的喔 好 後面就是我們這個 雙臉哥來襲啦好不好 我們先等一下他回復一點點體力 我們再打一下最後一關 好 體力緩滿啦 剩下20體力 直接出發好不好 這一次雙臉哥來襲好不好 這個是 紅白起來啊 這個有點恐怖 而且中間還有一個吊橋 就看一下到底要從哪裡買 然後這一次的BOSS居然是我們這個 像是女祭司一樣的這個敵人喔 先這樣子 然後先稍微存一點點 中間改了我們這個木板了喔 所以這遊戲基本上 你真的是不能一直隨便亂出耶 你要看一下他的那個 整體才可以出 啊 什麼意思 想說他怎麼不出了 好 他應該是往這個地方來 哇靠 這臉哥不會走 他不會走橋啊 被擺了一道各位 這真的是被擺了一道 那個臉哥不會走橋耶 還是因為那個木條太小隻了 所以不能走 我們先把那個女的吹掉 這白色被我們打掉了喔 來來 那我們現在就是 直接大軍屠路 周期出發 他在這邊偶爾還給我穿 差了幾隻小人是什麼一回事 喔 推下去了 我們那個 藍衣貓貓很強耶 直接推爛耶 好險好險 只剩下敵人了 好恐怖喔 重點是那個紅色臉哥速度真的好快 贏啦各位 這就是我們的最終畫啦 那目前來說貓戰的這個關卡 好像全部就是長這個樣子喔 然後裡面 居然還有一個隱藏的耶 居然出現了我們紅色臉哥想也想不到 好不好 蠻顧勸的 那大家喜歡這一次貓戰這個合作嗎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想法了好不好 那這邊剩下的話 我就是先努力的去 存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水罐 然後到時候等到我們就是那個 可以抽更多的時候 我們就是再來那個好不好 我們就是再來就是抽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貓戰的角色 我們現在有16張金券耶 一直打一直打的話 有可能可以抽到我們的50抽喔 但盡可能讓自己能夠抽到 一隻那個貓戰的這個合作角色吧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是之前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